关好车窗,锁好车门,严禁下车 这是中国北京八达领野生动物园 进入黑熊区时必须严厉遵守的规则 不过一次又一次发生 有人因为在动物园违规而丢命的事故后 还是有人冥完不灵末世规矩 从动物园公布的行车记录器画面可以看到 四天前一辆轿车在进入黑熊区后 竟然将车窗打开一道细缝 结果招惹黑熊围堵 期间还伸手猛刮车镜 甚至一度将熊掌伸进了车里 情况危急 更令人捏一把冷汗的 是坐在车座后方的是一名孩童 所幸工作人员及时发现 在一旁是一车子即可开走 才没有酿成悲剧 这起事故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有目击者指出 涉案车主曾从车里抛出食物 疑似在喂食 而事后车主受访时也执政不讳 不过却辩称 因为看见别人喂食 而原方工作人员没有阻止 他们一家才会这么做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